事故发生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,一辆奔驰私家车行至Lakeshure Boulevard加Young Street路段时,被Gartner Expressway上掉落的数块水泥砸中,挡风玻璃、车顶以及后备箱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,司机受到了不小的惊吓,所幸并没有受伤。 Lakeshure Boulevard西行线两条车道以及Lakeshure上Gartner Expressway西行线的匝道随后被警方封闭,以便进行调查。 在上个月,Gartner Expressway发生了三宗水泥掉落事件,市府随后开始对这条高陵的高速路进行安全检查。 有工程师称,掉落的水泥块来自道路表面,对行车安全没有影响。 市长福特表示,全面修缮道路将会花费超过1亿5000万加元,因此市府会考虑向省府寻求帮助。